联盟大师 场外风雨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8月26日 兰网媒体晒出了杜兰特 欧文和哈登今日一起打训练赛的画面 昔日的兰网三巨头再次出现在同一块场地上 此前有报道称 小丽兰网时期 他们之间曾有过矛盾 但现在矛盾已经化解 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一起打起训练赛 快船的沃尔 老赢的特雷 杨叶出现在同一场训练赛中 画面上 杜兰特和欧文身穿同一款训练服 两人与哈登都在同一队 哈登公欧文房 杜兰特公哈登房的场景 都出现在照片中 如今 杜兰特和欧文已经都确定留守篮网 他们将和西蒙斯组成新三巨头 不少球迷感慨 要是哈登没走 篮网应该会动强 哈登此前还晒出了自己灰汗如雨训练的画面 明显简中 而这些训练在照片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登明显瘦了不少 新赛季 他的目标是冲击总冠军 而篮网有可能成为他冲冠之旅上的主要对手之一 NBA官方已经公布了季前赛赛程 篮网和76人将在北京时间10月4日碰面 解释哈登 恩彼得和马克西将对上杜兰特 欧文和西蒙斯 若双方都派上主力 这将会是一场备受关注的季前赛 新赛季很快就要开始了 大家更看好76人还是篮网呢 而另外一边 杜兰特要求篮网交易自己的闹剧落幕 杜兰特决定不走了 留在篮网旅行未来4年1.9亿美元的合同 杜兰特胡闹53天 篮网到处都受杜兰特听取报价53天 最后大结局是篮网老板才重信 总经理马克思 教练那时 杜兰特加杜兰特经纪人在洛杉矶会面 篮网高层和杜兰特取得共识 留下来合体争挂 许对篮网 杜兰特 布鲁克林最好方向 这样的发展和结局有点瞎 却和符合杜兰特一贯随性和自我 就像杜兰特每天在社交网络 跟所有人对喷 对哄一样 喷完 脑完 脑完 然后再依自己喜好形式 没有一定准则 杜兰特决定留在篮网 谁是最大赢家 谁有可能是最大的输家 首先最大输家 篮网 凯尔特人 最大输家每个人各有眼界和观点 我认为凯尔特人是最大输家 篮网看起来很圆满 避免三巨头提早分裂 但篮网还是第二输家 凯尔特人距离总冠军只差两场胜利 年轻 防守好 团队紧密 他们只需要累积更好经验和季后赛关键球 实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 我的看法不同 动不熊路是更好的球队 热火 76人和篮网都有能力扳刀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没能拿下杜兰特 这又是极大败笔 而最大赢家之一首先是勇士 杜兰特交易风波最终无疾而终 杜兰特决定留在篮网打拼 最幸运的赢家是勇士 怎么说杜兰特不走 欧文基本上也不会走 篮网这两大核心不拆火 联盟就很难产生另一支 可以威胁勇士未免的超级球队 勇士寄欠战力ESPN专家排名第一 勇士在西区难有对手 东区格局也没有太大改变 勇士还是最好的争管球队 杜兰特如果去凯尔特人 杜兰去了胡人祸事热火 联盟形势都会大大不同 影响所及就是勇士未免之路 现在杜兰特决定不走了 欧文离开篮网几率也接近于零 篮网这一局没有扩练 联盟也没有其他超级球队成型 篮网顾全大局 保留原班核心阵容是最好的篮网 也很有竞争力 这是事实 但篮网也没有赢得什么 篮网的阵容很有竞争力 只要杜兰特 欧文 西蒙斯健康合体 确实很有搞透 东区没有球队能低估篮网 但篮网真正重点在教练那时的 执教能力和用人 过去两年那时执教表现成不胜及格 篮网如果能靠球星自己打出天下最好 否则悸动更换教练 事难避免 这是我认为篮网不一定是赢家 反而可能是输家的原因 杜兰特闹完篮网 篮网闹完联盟 最终什么都没发生 这样的发展和结局非常无聊 第二个赢家 我觉得是胡人 虽然没有得到欧文 但我依然认为胡人是最大赢家 首先因为杜兰特留队的决定 欧文的交易算是彻底泡汤 胡人将霍顿塔克 斯坦利约翰逊宋至爵士 换来34岁空位贝弗利 这比较换一交易不仅让胡人 多了一名首发实力的球员 还让他们在明年修载其追求巨星埋下了伏笔 可谓一举两得 首先贝弗利的最新训练赛视频曝光 妹妹艾克斯·西里仍为胡人 得到贝弗利不算巨大的升级 但她依然有望帮助胡人填补三大短板 近日参加了RICO HICE的训练赛 在比赛中她展现了全方位的攻防技巧 有三分 有抛投 也有贴身逼抢完成抢断 她能在哪些方面帮到胡人呢 上赛季胡人在防守端很挣扎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他们的防守效率只排在联盟第21位 而目前的阵容也缺乏外线的防守能力 贝弗利是一个积极有效的防守者 他的外号是94英尺先生 指的就是他能全场干扰对方的球员 上赛季胡人的快攻排名倒数第二 而贝弗利的防守也可以帮助胡人 打出更多更好的防守反击 胡人上赛季表现挣扎的另一个领域 是三分球 他们的三分命中率只排在联盟第22位 这导致詹姆斯 能力和威少缺乏进攻空间 贝弗利生涯三分命中率达到37.8% 虽然上赛季下降到34.3% 但她有望在新赛季迎来反弹 比起生涯三分命中率不到28%的霍顿 塔克 贝弗利的外线投射还是更靠谱一些 近年来 胡人经常被批评球风很软 而且常常在末端崩盘 贝弗利能为球队带来韧性和态度 并激励队友 他会用反规和拉击化去震慑对手 鼓舞自己一方的士气 很多时候 胡人就需要他这样的一名球员 霍顿塔克的合同还有两年 而贝弗利的合同只剩最后一年 如果到了明年休赛期 威少没有被交易 胡人将只有4名球员有合同 分别为 詹姆斯 隆梅格 嘎米安琼斯 克里斯蒂 23-24赛季詹姆斯薪水4669万 隆梅格4060万 嘎米安琼斯258万 克里斯蒂171万 四人合计9158万美元 每媒体记者Bobby Marks报道 胡人2023年休赛期将拥有高达3400万美元的新进空间 而随着工资帽的增加 胡人的新进空间可能会更高 也就是说 到了2023年休赛期 胡人可以在自由球员市场签下一名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按照目前的球员情况 明年休赛期将成为自由球员 且拥有全明星级别实力的球员有为金斯 后文 76人球星哈登明年休赛期可以跳出合同成为自由球员 勇士小将乔丹普尔明年休赛期将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勇士球星追梦格林明年休赛期也可以跳出合同成为自由球员 蓝网记者Alex Schiffer报道 他跟洛杉矶人士交谈过 他们仍觉得欧文明年会加盟胡人 欧文今年休赛期就想加盟胡人 他一度动过跳出合同然后加盟胡人的念头 但那样他会损失超过3000万美元 最终欧文放弃那样做 选择执行与蓝网最后一年的合同 而在执行合同之后 胡人与蓝网也讨论了 威少和欧文互换的交易方案 随着杜兰特回归 蓝网拒绝了胡人两个首轮签的报价 明年休赛期 欧文将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如果见识欧文还想加盟胡人 胡人可以给他提供一份大合同 美媒体报道 韦金斯也是胡人的目标 胡人一直希望能给詹姆斯找一位可靠的风险搭档 韦金斯能共战手且不赚球权 堪称与詹姆斯绝配 今年休赛期 韦金斯本希望与勇士提前续运 他希望能得到一份顶新合同 而勇士只愿意提供年薪2700万左右的合同 双方没能达成提前续约 当然了 胡人能否在明年休赛期腾出顶新签约空间 还要看后续的交易 胡人只有在目前阵容不变的情况下 明年休赛期才能腾出顶新签约空间 因为微少合同下赛季结束就到期了 如果胡人交易微少换回有偿合同的球员 那胡人明年休赛期就没有那么多空间了 比如胡人目前正在追求的希尔德 他的合同就还有两年 叶内人士普遍认为 胡人目前的阵容距离争广还有距离 还需要继续补强 如果胡人选择继续补强 明年休赛期可能就很难腾出顶新空间 去追求全明星球员 如果胡人放弃继续补强 就与目前的阵容去开启下赛季 那胡人明年休赛期不仅有顶新空间 还有三个可以交易的首轮签 不过那时詹姆斯又老了一岁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